很少在大荧幕上亮相的演员陈龙这一次受到了电影《攀登者》的邀约 在其中饰演登山队员林杰 眼看电影即将要上映了 心情激动的他也是到处推荐自己的这一部新片 不过却惨遭老婆张灵芝和好友胡歌的拆台 在电影《攀登者》中 演员陈龙饰演的是负责测量珠峰高度的登山队员林杰 于景勃然饰演的李国良 胡歌饰演的杨光 在1975年登山队中并称《小三峡》 顶着这个威风扒面的称号 陈龙聊起自己的角色 那种兴奋感藏都藏不住 那太帅了 虽然帅哥很多 但我能保证就是我破坏画面 可惜陈龙在大荧幕上的帅气还没来得及释放 老婆张灵芝就赶着来拆台了 我想跟老公说 老公到年龄了 你该锻炼锻炼哦 他老是黑我 你们可以把它忽略掉 那个可以把它剪掉 好吗 剪掉张灵芝那是万万不可能的 毕竟我们还指望着他透露更多的内幕消息呢 这不 聊着聊着 陈龙与胡歌在片场的小秘密 也被张灵芝给抖了出来 那我好几次给他打电话 我说你在干嘛 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他说细喘细细 我说你在干嘛 他说我刚跟老胡跳完绳 我们俩还比赛 就是谁跳得多 经常就是 他跳了5000个的时候 我才跳了3800个这样子 就是体力确实没他好 年长几岁嘛 所以他知道 他又说我年纪大 在自家老婆眼中 陈龙又胖又老的形象 看来已是无力扭转了 那么远离家庭走进剧组 能否在好兄弟胡歌那儿 找到点安慰呢 答案当然是不可能的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碰到胡歌我就没感情线了 我就登山 我真的是登山 他们中间还有点那个 情感上的一些小插曲 比较新闻的就是 跟他演感情戏的 不再是张灵芝了 对 这种场面我是不想再看到了 猎场的这种画面 我不想再看到了 居成龙表示 自己一共跟老胡合作过三次 要么就是出现猎场中 这撕心裂肺的画面 要么就是自己拼死去保护他 反正只要是在一起拍戏 总归没什么好事 这次好不容易在 攀登者中的角色设置当中 换成胡歌保护他了 但在片场 陈龙依旧没能落着好 导演只要喊开机 胡歌总能自己加点搞怪台词 打得陈龙措手不及 看到了就经常会这样 就是他也习惯了捉弄我 我也习惯了被他捉弄 就是这样的感觉 无力反击 很无力 他太聪明了 就是每次你反击之前 他都已经预估到了 所以我后来我也放弃反抗 就基本上 我能料到他会整骨我 那我就接受 反正就顺着 虽然这段登山经历 陈龙戏外被无情吐槽 戏里被冷酷折磨 但作为演员 能和这么多优秀的演员 一起在国庆党 拿出这样一部 展现中国高度的电影 陈龙在自豪之余 也学到了更多 对于表演的敬畏感 大家都知道 陈龙其实拍电视剧很多 但是真正接触大荧幕 真正说一部很大的一个 制作的电影 判断者是我第一部 所以我很看重 每一天 每个镜头 对我来说都是学习 记者范立熙 上海采访报道